小夥熬煮的嫩骨 中间白白的骨头是精华 台南除了牛肉汤笔吃 嫩骨饭也被大推 有网友PO出嫩骨饭美食 更惊讶似乎只有南部人才懂 什么叫嫩骨饭 老板解释就是猪的软骨 本来是硬的 经过两三小时的熬煮 嫩骨的口感仿佛牛筋一样 软嫩弹牙 网友回应这家真的好好吃 但现在好难排 还有人教快速吃到攻略 背部好像没有嫩骨饭 南部人才懂 类似像牛筋那个软软嫩嫩的口感 一碗120元的牛肉汤 竟然可以肉燥饭和鹿蛋 免费吃到爆 你一次都吃几颗 四五颗 对小资助来讲还不错 油油亮亮的肉燥饭超级下饭 老板加码鹿蛋免费吃 一天要准备800颗鹿蛋 这样真的赚钱吗 只要是火力烧销啦 甲乙也有秀哥短袜的美食 老板娘大火快炒 超大一盘炒饭 再铺上一颗荷包蛋 这样只要65元 老板娘说让大家吃饱 也能省荷包 卤蛋跟荷包蛋都是五块钱 把软骨煮到像牛筋的嫩骨饭 变成台南美食之一 120元牛肉汤 肉燥饭 卤蛋免费吃 还有同板架的炒饭加蛋 让不少北部网友羡慕 南部真的是 魅食天堂 这台南嘉义综合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